这个男人也太狠了 为了变强 竟将身体的关节都安装了锋利的刀片 而他正是五大死球之一的红发朵尔 此时他正化身性感女警出现在奥利巴的身后 奥利巴见状刚想反击 却被滚烫的咖啡遮住了眼睛 朵尔趁机一记肘刀直击奥利巴的要害 奥利巴双手撑地迅速拉开身位 可朵尔肘关节里藏着的刀刃 还是在奥利巴的脸上划出一道巨大的伤口 在朵尔看来奥利巴可不是地点唯一自由的美 面对朵尔的挑衅奥利巴将门反锁 朵尔的挑衅让奥利巴十分的幸福 此刻他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想要和朵尔大干一场 可下一秒奥利巴瞪大了眼 身体也开始不受控制的一头栽倒在走 原来为了对付奥利巴 朵尔专门在刀刃上涂抹了置换剂 接着朵尔一脚踢在奥利巴的脸上 顿时鲜血四尽 奥利巴脸上的伤口开始不断的淋血 但也正因如此让奥利巴清醒了过来 此刻两人的战斗才算真正的开始 朵尔抱起猛的一拳打中奥利巴的面 奥利巴被这凶猛的一击打投 看来地表最自由的男人也没什么势力 可下一秒奥利巴就抓住朵尔的脚踝 将他单手拎起 然后将这个体重200斤的撞下 像抖毛巾一样甩来甩去 接着奥利巴猛的跃脂踪踪 然后将朵尔狠狠地砸上地面 强大的力量让整栋大楼都开始颤抖 朵尔被这重重的一击摔摸逼了 躺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一动不动没了声气 奥利巴见状将他拎起 可没想到这家奥 就连衣领里都装满刀 朵尔趁机一拳打在奥利巴的脸上 接着猛地将匕首刺进了奥利巴的肚子 可朵尔的攻击并未停止 看来奥利巴今天是在坑里 此时山田警长和武圣射川刚好经过 打开门后两人一惊 房间里只剩下手握匕首的奥利巴和满屋子的血迹 而此时朵尔早已乘坐着免费的地铁跑之夭夭 面对山田警长的询问 奥利巴并没有说出朵尔的出息 因为他要亲手抓住这个家伙 当看到山田身后的武圣射川时 奥利巴连忙开始转移化 作为日本和气道的创始 其最擅长的就是以楼克高 而奥利巴早就想尝试一番 自己强大的蛮力射川大师究竟能否划起 射川毫不犹豫地答应 当两人手掌接触的瞬间 射川的手掌就被奥利巴捏遍了心 可突然奥利巴神色已变 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冲他的天一代 难以置信 射川仅用一只手就将奥利巴按倒 难道这就是和气道路 射川仅用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冲 射川仅用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冲 射川仅用一股强大的力量直冲